现在十点了 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让我躲在里面 多拍点视频 我觉得这边的灵栏 可能是人家院子里面 然后蔓延到外面的 我感觉跟森林里的灵栏 它不是很像 你看它是长成这样 因为森林里的灵栏 都是一直线的 太像了 我忍不住了 让我拔几颗吧 太美了 太美了 长得太好了 其实并不是别人种 芬兰基本不会有盐 在院子里特意种灵栏 因为容易发烂 你看这一串有多少个花 这一片比去年还要长得好 不好意思 这是两串 看走一点了 你看都已经开了五点过了 下面那个都开始黄了 而且这里的灵栏长得特别直 这一片太有人了 忍不住啊 是它显动的时候 一棵截着一棵 根本停不下来 它都是要十棵以上的花 柳花看着直续者 先放在这儿 这一把 先往这儿 哇好看 这一把 拆起来太爽了 太多太密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靠近马路边 还是什么品种的原因 这边灵栏就是特别壮 跟上一批不一样 你看它上面的花苞没开 然后下面就已经开始枯萎了 而且它的花苞 每一只数量都很大 哇 这个也好好看啊 而且它特别笔直 特别硬 然后这边可能是 观察比较好 就这一片开了 然后这边还是花不懂 这边还没开 但是也很多 看这一片林兰 哇塞 真是忍不住 还想要踩一把 这也太壮了 现在已经九点半了 所以没有什么夕阳了 但是还是很好看 现在十点了 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让我躲在里面 多拍点视频 这叶子后面灰好多 因为马路边 给它冲了一下 这个质感真的很像是塑料的假花 哇 哇塞 这样也好好看哟 它进去有点散 这花瓶没大 给它整理一下 哇 就随便给它这样整理一下 太漂亮了 它这个特别直 它不弯 这一盆里来是我的医疗之外 我没有想过在那个路边踩 我本来想下次去那个林子里 对面那个山坡上踩 这个颜值太高了 放在那个太阳底下看